这个盐是分比如说他要是这个是有病了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血腥病 需要喷药了再增稳心之类的 还有那个多肉专门用的那种 你看他的叶片就跟长秀了一样 对这个就需要喷药 喷药都能救过来是吗 小粉药之类的都可以 像这种情况 如果说在咱们家里边如果长这种 生病了以后一定要把它隔离 完了断水 就是不能让他的叶片上面有水 也不能给他浇水了 放在散光通风的地儿 然后给他打药 一定要隔离 因为这种病都是传染的 多肉的病还有虫传染是相当快的 这要打药有专门卖这个 对有 多肉的专门的小粉药是杀菌治病的 那个小白药是杀虫的 这都是用的小粉药 多肉上面是爱长那个戒壳虫 就是白色的 因为戒壳虫的表面有一层蜡质 普通的药是杀不过的 就是杀不透它不死的 所以只能用他专门用的那个小白药 或者是那个比通林 只有这两种药可以 那个药这个小的还不行杀菌 对它表面有一层蜡质 是杀不透穿不透它的那层蜡质的 它保护力还挺强的 对对 而且它的繁殖能力特别强 比如说你今天晚上看见只有一只 明天再一看很多 这个是啥呢 这个叫形虫花月 这个上面就是它开过花了 这个开花相当漂亮 这个 一会儿我给你找一个开花的那种 这个跟那巧克力线似的那边 对那个红边是吧 而且它叶片也是那种形状 这个是淡雪 淡雪 淡雪也是容易出状态的 但是淡雪它对土的要求比较严格 它喜欢成颗粒的土 就是颗粒越多状态越好 如果是普通的土它是出不了状态的 那边也是淡雪 那小嘎是那个 对对 那个是淡雪 它就是对土比较严重